3 2 1 1 2 2 我上升我們叫Gamana 來各位 我們今天又來到我們開心的便宜魂 然後今天的便宜魂我要先說 是我非常非常想開的東西 Force的開關的話 基本上那種小型開關我們開箱過 12水沒開箱過 30 31也開箱過 只近乎中級型態還有一些巨大版型態還沒介紹而已 所以我覺得今天要來補個東西 我知道大家平常就是看那些開關 應對於它實體的形象沒有感覺對不對 你們要知道Gamana有分成SHF 真骨雕 然後也有這種低階項的產品 SHF跟真骨雕合成的量 就是屬於那種比較偏小一盒 但是呢低階產品就奇特了好不好 他們有那種很小一盒就那種很普通的 但是呢也有像這樣 喔齁齁齁齁齁齁 Gamana已經快要比有半個身體還高了一整箱 這一箱應該可以說是歷代最大一箱的 Gamana可動系列的一個產品 這一箱我期待很久啊 這一箱的話我沒有記錯 它也是屬於魂線系列的商品 但是這一箱真是不難找吧 因為呢當初這一盒其實蠻多人訂 挖一下日本還是可以找到 這個系列挖是FMCS GamanaForset當年所推出的低階項的一個產品 但是這個低階項產品其實做的還真的很好玩啊 但是我要先說 Forset本身SHF的素質也很高吧 所以呢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一箱也是可以搭配SHF進行一個遊玩啊 然後呢這一箱比較特別一點是 它是屬於重塗裝版 基本上它就是將裡面所有的道具啊 完全塗裝啊 非常之恐怖 因為這種低階產品啊 他們通常就是能用塑膠成型色 就用塑膠成型色 所以呢我個人很期待它的素質大概會長這樣好不好 然後呢它這正面的外箱設計啊 就算是設計的跟宇宙那種太空說實驗室一樣的感覺 然後呢 全方叉三角 就算是應對Forset四個部位 這一箱是除了這麼大的 就是它把1到4之後 全部的開關完全收納 喔 它除了這些開關之外 它還有再給你一個場景 可以將這些套件可以全部掛上去 讓它變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瘦的價值啊 算是比較少數的 類似那種基地類型的一個套組 我們把這個講完之後呢 開始了 這一些就是我們剛剛來的Forset的一個 重塗裝版 全開關套組好不好 很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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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老實講 我覺得它塗的 還算OK 還算我可以接受的一個範圍啊 跟真骨雕比的話 當然是會差一點 但是整體的它就算 刻線啊 顏色就算都是完全有塗裝過好不好 我覺得算是非常非常之優秀啊 然後呢 中間這支Forset 在開場時 我知道一天會有人問一個問題啊 它就算跟SHF是一樣大 如果你們有SHForset的話 我是非常非常建議大家 SHForset然後配合這組 進行一個遊玩啊 然後呢 下面 很漂亮耶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這邊還有一本 說明書 裡面就有記載一些 就是整個Forset的玩法 還有它收入的開關 所以希望你們看不太懂的話 可以配合這個進行一個遊玩 那我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這就是我們趕快來到Forset的一個完整的場景好不好 我期待完這個期待非常非常之久啊 一支完整全塗裝Forset 它這支其實真的是塗得非常仔細 但是呢 它還是有一些小缺點 我等一下跟大家說明一下 背部這邊啊 天文開關的一個掛牆啊 就像每一個開關啊 都有應對的一個位置 所以等下你全部掛起來時 一定非常非常之扯 我個人覺得這個設計 就很像是每次測試天文開關的一個地方啊 我們稍微靜一點給大家看一下每個部分 正中間這邊的話就是我們一個Forset 然後呢下面的話 有一個綠色圓圈點 可以給它站在正中間啊 它這整個的話是採用完全白色做的設計 去 關於類似那種太空宇航站那種感覺啊 它有一個很貼心的點就是說呢 都會有對應的一個貼紙 而且重點是它全部都做成亮面的貼紙 我們稍微靜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它上面貼紙的話都會閃閃發亮啊 非常有誠意啊 就像就是拿DX版本的那個貼紙去進行製作啊 基本上他們這個是沒有按照順序 就是說不是這樣12345 它是全部亂序的方式 然後這樣排進來好不好 個人覺得沒什麼關係啊 因為本身Forset的開關 每個形態都長得不一樣 所以呢就像擺在一起也沒有同意的感覺 順序亂掉我是可以接受的啊 這一側的順序長這樣 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OK我們把最重要最重要的場景講完中呢 我知道應該還是會有些很好奇 FMCS所推出的一個 Gammerlider Forset重塗裝版的數值大概長這樣啊 我個人覺得它們塗的算是蠻有誠意的 拿到瓦西蘇甲雖然它是屬於重塗裝版 但是呢這個年代有點久遠 所以呢它的那些重塗裝的顏料 有一點點退掉好不好 不是有點暈開 等一下你們在看著你們會覺得有一點點小髒髒的 我們現在這個姿勢的話是最經典的一個 WOOD YOU GET UP 我個人覺得這一整支的體態啊意外的好看耶 雖然知道它的鼻翼是有點偏細耶 但是呢擺一些那種比較經典的動作啊 擺起來感覺是真的非常非常之有feu啊 然後我要先說個點喔 它的頭是我最喜歡的地方 它的頭真的是塗的超級用心 它的頭啊整體的設計啊 跟SHF真的是沒差多少 一樣是有雙層設計的喔給大家看 這整個真的是設計得超讚的耶 而且塗的也很優秀啊 然後呢我要先說個點喔 這就是我剛才說運開或是淡掉的一個地方 有一些線條啊 就算就是已經有點完全運開 或是越來越淡化的一個跡象啊 沒有辦法這有點久了 再來是身體的部分 然後我要先說個點喔 它身體上面這些線條啊 是有剩線進去 因為年代有點久了 所以它異常之淡啊 比較可惜一點點 這兩條橘色是金屬漆的塗裝耶 好用心喔 整體的真是有認知在塗的耶 然後呢它的背部花差不多是長這樣 因為本身風水也是白色啊 所以它背部花也不太需要什麼塗裝啊 再來就是我最喜歡的一個點啊 它黑色的部分是採用消光進行製作呢 好爽喔 再來是大家可能會比較關注的地方啊 腰帶 欸它腰帶細節超猛 全部上好上滿好不好 各個開關顏色啊 1 2 3 4 每個顏色都有上色 中間這部分還有本身 FORCE的腰帶亮燈那個地方啊 因為這時候這種低階產品啊 腰帶應該是都不會上色的好不好 但是它這邊花有上滿 真的是 無愧對於重塗裝三個字啊 再來是它的腰帶也是有塗裝的好嗎 然後整個顆線啊 都是有做上去的 再來是最下面腿部的這個 三角跟叉啊 一樣是全部上好上滿 然後呢這個圈啊 跟方也是有上色的好嗎 畢竟FORCE可是我們的超正能量型的作品啊 所以呢我個人覺得 給它這樣的待遇 算是蠻合理的好不好 欸你看每一代其實 基本上沒有人有重塗裝板 就只有FORCE有而已 然後呢再來是可動的部分 我要先說 它本身屬於低階項產品啊 所以呢基本上 可動手就不用奢求太多了 我們稍微看一下 上半層頭部的話 基本上是 只能這樣動 好不好 左右基本上近乎沒有 但是前後的話是有的 然後呢再來是手臂的部分 也是屬於那種 比較低階項產品的一個設計啊 然後一樣是可以轉 再來是手臂這邊 一樣是可以轉的 手肘這邊 也是可以轉的好不好 所以一共是三層 但是它基本上只能轉到 差不多90度而已 非常之低 第一階項產品還要砍掉一個點 就是說它胸口這邊是沒有可動的 所以基本上 你只能依靠這邊 進行一個轉動啊 再來就是說它大腿部分 基本上也是可以往前 踢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蠻普通的 然後往後的話 基本上這樣的一個程度 沒那麼優啦我個人覺得 它其實這一隻是 已經有點軟掉了 然後呢再來就是大腿這邊 一樣是可以轉的 然後膝蓋這邊 它也是可以這樣 95度到100度左右 再來是腳踝這邊 一樣是給你一個球關 再來就是說 例如說歷代這種低階產品 雙手指的一個設計 你要握拳啊 或是拿武器 基本上都只能 靠這個張開或閉起來 這樣實現而已 好了各位我們講完 Forset的本體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來講一下 它的開關 這次畢竟把四指的開關 全部實體化 非常之壯觀 然後呢這幾個開關 基本上也是重塗裝版本 他們為了要更體驗出重塗裝版 基本上它上面這種 所有刻線啊 就像都是有把你上墨線的 讓它看起來 紋理更加的重啊 然後呢跟我剛才講一樣 就是它年代比較久遠一點 導致它的墨線有一點變彈了 我個人覺得 這的話是我們1號的一個火箭開關 再來換我們2號的一個導彈發射器啊 這個道具啊 基本上穿的是Forset 非常常用來攻擊的一個小招手段 然後基本上它這邊前面的話 有4個導彈 然後呢再來換Forset 最經典最經典的一個武器啊 鑽頭 基本上Forset的必殺技啊 完全都是依靠這個進行攻擊啊 然後呢這個鑽頭啊 基本上它還是有完全做一個塗裝 但是我要先說個點喔 它這個的話就完整體驗出來 什麼叫做墨線上太多 或者墨線有點雜亂了 這邊整個系統太多啊 導致它的墨線亂掉 有沒有發現 這邊整個墨線是已經飄掉 加上它有點小暈開 所以這整個看起來就有點髒髒的啦 比較遺憾一點啊 但是基本上就把它當成舊化處理好了 我還算是可以接受啦 然後呢 前面這邊的這個鑽頭啊 差不多是長這樣 最上段這邊啊 也有幫你上個墨線 再來是第4號的一個雷達啊 我覺得它很用心的點是 你會發現 它這貼紙是真的有認真在做耶 基本上超還原劇中 就是Forset一啟動死的這個介面 然後呢它這邊的話 一樣是有上墨線 但是呢 畫的一樣是有點凌亂啦 但是最上面雷達這個顏色啊 上的還算是不錯啦 OK 各位 我們將這4個開關 全部講解完畢之後呢 我們現在稍微來啟動一下好不好 裝在我們 Forset身上 來各位 這就是我們1號的一個火箭開關啦 喔喔喔喔好帥好帥好帥 欸我要先說 因為它整隻是有塗裝過的嘛 所以呢 整隻擺起來之後呢 我個人覺得 基本上是不太會輸SHF好不好 整體看起來是非常非常之有FU啊 整體雖然它是屬於低階的一個可動產品 但是呢 基本上只要微調一些動作啊 然後呢 稍微用些支架去擺出的角度之後呢 其實整體看起來也算是非常非常之不錯好不好 頭部有塗裝啊 身體也有塗裝啊 腰帶也有塗裝啊 火箭還把你上墨線啊 所以整體整體看起來真的是非常之爽耶 哇不錯不錯 低階的一個可動產品 能做到這樣 我覺得算是非常非常之優秀啦 好啦各位 第二個姿勢 我們就遇到瓶頸了 這個開關就是我們2號的一個開關啦 這時候我要先說一件事情喔 因為它本身屬於低階產品 所以呢 大體方就是兩個球關這樣卡上去啊 沒有兩節的一個結構 它就讓它擺出這種動作石 就會看起來非常之詭異好不好 我已經盡力去讓它擺的正常一點 但是 沒有辦法好不好 低階產品自所為低階產品就是因為 它們變化性多 真的很適合拿來把玩那一種啊 真的可以發射 低階產品的Fozay 其實也是可以做這個動作的啊 這個動作的話就算就是Fozay它啟動鑽頭石呢 然後它可能需要休息一下 或是耍帥一下的話 基本上它就會這樣做好嗎 嗯很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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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時一直很怕這個姿勢沒有辦法還 結果這姿勢還OK耶 再來是我們4號的一個開關啦 使用這個開關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跟它的一個隊友進行一個溝通 當然這個的話也是可以 切換成這樣去偵測敵人好不好 它基本上是一機兩用 避殺技的飛機完全不用擔心 全部都可以一逼的還給你啊 電鑽啊 然後再次右手的火箭啊 全部都做好做滿 我們這樣稍微轉圈給大家看啦 嗯 看得出來有塗裝跟沒塗裝真的差太多了 雖然它是低階產品 但是擺起姿勢來 我個人覺得還是毫不遜色好嗎 好啦各位我知道大家最期待的一part 就是將我們的Forset放進我們的基地裡面啦 喔好讚好讚 雖然我剛才前面講過 但是我們這邊還是在驗證這給你們看啦 這一組跟市售的SHF還有真骨雕的象星大概長這樣 Forset這邊是因為它有台座 所以稍微看起來比較高啦 基本上我個人覺得象星算是不錯啦 基本上大小算是滿合的 不會有任何奇怪的地方 再來是我們的真骨CJ 跟這套組擺起來其實基本上也是沒有任何維合感 所以呢我們這樣子看下來之後呢 不管你是要玩真骨雕啊 還是要玩SHF啊 配合這個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一組我個人覺得 算是非常非常值得收的一個套組啊 好啦各位以上這次就是我們的一個Forset 再外加上它的一個基地組啊 欸真的是很爽耶 現在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收集了四個開關 然後呢剩下的話應該隔幾天 就可以幫大家補齊了好不好 好啦所以呢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一個 根本來的Forset 跟它的一個基地套組了嘛 如果喜歡的話請不要再給大家分享 每一組每一組我們下次見 掰掰